水果家族第一代凤梨哥哥简易龙15日惊传离世 家属表示已着手处理后事 令众多亲友相当震惊 简易龙弟弟昨晚在脸书发文 表示很意外哥哥回归常人生活多年 还能获得多人关注 更意外大家非常关注他离开的原因 原本这件事是属于他的隐私 但却成为媒体讨论疯传焦点 因此与家人讨论过后决定公开 简易龙的死因为新因性休克 简易龙弟弟感谢大家关心 也希望各界给予平静处理的空间 发文只是想让亲近的友人们能来告别 目前已经在安排告别室 但时间尚未敲定 确定后会再通知亲友 简易龙12日曾在脸书po文 有一种要完成最后一页的预感 谢谢来过我身边的每一个你 突如其来的po文也引来好友关心 他也透露前一天晚上身体不舒服 不料在发文三天后就意外离开人世